有民眾拍攝到爆炸後的相片 現場煙霧黎曼 見到有保安和醫護人員守候 旁邊有一架反轉了的輪椅 新華社證實事件是在星期六 埃曼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3號客運大樓國際航班B出口 有目擊者見到一個男人坐在輪椅上叫喊 揮動一個用白色膠袋裝著的懷疑爆炸物 警方初步調查指 引爆炸彈的是34歲山東男子 引爆鞭炮用的黑火藥 他自己受傷 沒其他人受傷 肖息指該名男子是上訪人士 05年在東莞打工時 被治安打致殘廢 多年上訪未獲授禮 香港本民電視記者葉曉南報導 我們下次見 再聊到 12月18日 1百多年 我們請到達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